字幕提供 又到了智樂加加PK一起分享的時間 上次Mable姐姐教了家裡的小朋友 如何用報紙玩遊戲 今天我就想教小朋友玩另一個遊戲 我們需要報紙和剪刀 先剝一張報紙 剝的時候就要小心 盡量不要弄壞了報紙 剝掉了 然後我們要將報紙分成三等粉 分了之後有條折痕 打開它 阿詩自己也幫我看著 我們就用剪刀沿著折痕 剪一剪 記住不要剪爛它 我們差一點點就可以了 留一點點不要剪 這邊也是沿著折痕剪下去 最後是留一點點不要剪 完成了 完成了 我們就會有三等份的報紙 好 阿詩自己也準備開始玩了 咦? 小奶仔 我們先坐開一點點 現在我們就一樣拿著報紙一隻角 之後我們就一起用力 然後看看誰最後可以拿到兩格報紙 那個就是贏 好 我們試試吧 準備 準備 3 2 1 開始 嘩 那我就贏了 我只剪了100分 小朋友 其實這個遊戲還未完 當你有兩格報紙的時候 我們把它變成最後一格 剛才我們撕報紙的時候 就會有兩個洞 一個洞 兩個洞 我們就利用這兩個洞 繼續玩遊戲 好 師姐姐 好了 你又拿著一邊 我拿著一邊 我們把手指 嗯 就放上去 嘩 好像一條蟲鑽的出來 對 好像一條蟲鑽一樣 好 我們開始 一起用力 向後拉 看看哪一個報紙欄 就是文芝 書欄 好 準備好了 3 2 1 開始 啊 那我就贏了 這個遊戲是否又簡單 又好玩呢 家裡的小朋友 你們都記得回家試一下 那我們繼續留意我們Facebook的更新 知道更多遊戲的玩法 啊 師姐姐 我們跟師傅說拜拜了 好啊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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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